Apple本周宣布将于台湾时间2024年6月11日至15日线上举行一年一度的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 开发者和学生将有机会于会议开幕 当天在Apple Park实体参与特别活动 所有开发者皆可免费参与WWDC24 会议中将发表iOS、iPadOS、MacOS、WatchOS、TVOS和VisionOS的近期创新 Apple持续致力于帮助开发者提升其App和游戏的品质 而WWDC就是其中一环 此活动也将提供开发者与Apple专家交流的难得机会 以及对新工具框架和功能的深度见解 Apple全球开发者关系副总裁Susan Prescott表示 我们很高兴能够透过WWDC24与世界各地的开发者交流 度过不同反响的一周分享科技连接社群 WWDC的重点在于分享新想法 并为我们优秀的开发者提供创新工具和资源 帮助他们打造更精彩的事物 开发者和学生将能够透过聆听Keynote 发表会来发掘最新Apple软件和技术 他们也可以在整个星期内透过Apple Developer Apple Developer网站和YouTube收看 近年的议程将包括影片的环节 以及与Apple设计师和工程师互动 与全球开发者社群交流的机会 WWDC24将于台湾时间6月11日提供实体活动体验 开发者将有机会在Apple Park观看Keynote发表会 与Apple团队成员见面以及参加特别活动 名额有限申请资讯详见Apple开发者网站与App Apple很荣幸透过Swift Student Challenge挑战赛来支持新一代开发者 Swift Student Challenge是Apple帮助新一代开发者 创作者和创业者更上一层楼的众多计划之一 今年的申请者于3月28日收到结果通知 获奖者将有资格申请Apple Park的实体活动体验 出色作品获得青睐的50名杰出获奖者 Distinguished Winners将受邀前往加州Cupertino体验三天的活动 Apple将于WWDC24会前通过Apple开发者App 和Apple开发者网站公布更多会议相关资讯